韓國瑜高雄三山造勢最中場 主辦單位說岡山湧入十萬人 在台上光是握手就握不完 前立法院長王金平主辦 當然來力挺 不過民眾最期待的還是韓國瑜 看到台下民眾高喊 韓國瑜情緒很激動 眼眶一度泛淚 講這句話氣憤更是嗨到最高點 我們欠民進黨還了 我再說一句激烈的話 民進黨也不是高雄人的爸爸 為什麼每次都要投他 對 民主政治搞到今天 人民才是政黨的爸爸 對不對 對 甚至還引用蘇琪而典故 咬人民自絕 皇帝有德有能 民生富宿 社會祥和 哪裡來的乞丐 皇上無能 施政不休不明 官員貪污腐敗 結上乞丐越來越多 這個是電影裡面 蘇琪兒很有名的一句話 決定乞丐是皇帝啊 至於對手民進黨選對會召集人 本領襲藥的迷幻藥說法 韓國瑜也重炮批評 大家覺得受不了 把心裡的聲音講出來 這不是迷幻藥 這是老百姓已經受不了了 對不對 對 火力全開 但還是覺得自己很委屈 要翻轉高雄 韓國瑜最後大聲呼籲 情緒激動到眼眶再度泛紅 雖然自己力氣很小 人很少 錢很少 我們有這個決心 在高雄這個民主勝地的土地上 我們好好打一場選戰 對不對 對 人潮爆滿 氣勢驚人 這也是齊山 鳳山 岡山 三山場裡頭人數動員最多 更是力來國民黨 在高雄選戰造勢 氣勢最強的一場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為甚麼 你放在高雄選擇